大家好,我是小火子 上一集講了,關於樓市的八個理好因素 即是說,業主或整個市場是比較看好樓市的原因 而今次會講回樓市,也有可能會向下行高 那向下行的條件,或是有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令到業主會比市價低的時候放呢? 那就看看吧 第一個原因,很多人都說了 現在的樓價,很多人的薪水都比不起 我們在第一個理好因素的時候都說過 雖然薪水是比較高 但是,始終支持力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薪水都未必會支撐到 現在你看看,今晚很多新聞都說 我們人工要用多少年才可以負擔到我們的樓價 好像是20年 不過,以這個情況來講 應該會升到某個位置,就不會再升了 但是,這幾年好像持續都不停穩步上升 究竟,再想一想 人工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人工以外還有一些支持力呢 這就很特別,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是否跟我們用平均月薪計 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私樓不是給每個小市民去買的 如果你用新樓去買,可能是比較賺錢強的那班 而賺錢強的那班的增長能力是否再高一些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有時間再慢慢研究 還有,為何再繼續升呢 很大的原因,我覺得是 可能是很多外在的熱錢 或者是內地人 或者有些人賺了 其實人工沒有什麼升幅 但是物業升了之後再加了一些錢 導致這班人可以繼續有能力去買 去支撐樓市 第一個點都差不多了 總之,人工和這個樓價脫勾 大家看看這裡 公款相對入息比率 簡單來說 我們的公款 原本由2007年可能用 人工的兩成就公到樓 但現在慢慢去到六成甚至七成 其實都是一個不健康 或者一個不能支撐大事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點 翻查歷史 在1997年和2003年的時候 都發生了一些 無可避免 而又不能預告的情況發生 究竟今年或者是 今年2019年 會不會有些突發情況出現呢 例如朱溫繼續蔓延 又或者會有打仗 射飛彈 這些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這些出現的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沙士會 那麼令到人害怕呢 就是因為 他覺得這件事 是不知道明天怎麼發生下去的 也都好像世界各的新聞都是向負面去說 人會形成恐慌 導致 好像 人踩人一樣 很緊張 不如先把股票放下 不知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樓也是啊 樓也是資產 好像每天都跌 不如先放下 形成一個人踩人的現場 這是一個很強的推倒大事的原因來的 不過這個點其實都要來 始終我們都猜不到 如果猜到的話 我們就不在這裡上班了 要猜到我們都可以做到更加多的事 例如猜到我們 溫疫萬月或者遲些突發事件發生 你就做一些準備準備 就是買些金啊 或者是避險資產啊 甚至乎買跌的ETF 不過這個遲些才跟大家講 還有非洲G1 啊 現在都好像賣疫很厲害 但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那些資訊不流通呢 我們就不知道實際情況 沙士的圖片 跟很多朋友聊過 有些看聲有些看跌 而當中我聽到一個點都挺特別的 就是 他可能是很多年前買了 然後 現在放了 賺了一筆錢 但是看到他的市場上升 那問他 那市場繼續升啊 或者是怎樣呢 他的時候都 給了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就說 你又不知道這個市場 或者這個樓市 有多少人在做議案啊 啊 議案很危險啊 你不知道一層搭一層 很快就爆了 那這個其實就是 正正 令到我去研究這個點的原因 這個點是第三 都算是很重要的點 就是 做一案就這麼難啊 應該很穩陣的 我們這個市場 但原來我們 還有一些可以避開MC 避開監管的 就是 借貸方法啊 那就是議案 那議案最主要分兩隻 一隻就是 發展商 在賣新樓的時候 給一些能力沒有那麼大啊 或者沒有那麼多首期的 准業主 他在一案以外 再做議案 一案就是大概六成左右 之後再 可能踏上去兩成呢 就是 用這個 用這個議案 那議案當然 那麼 借得那麼容易 當然有它的 原因 這樣要做生意 還有 息口啊 各方面年期可能就會 短些 息口就高些 那相對來說 一班沒有那麼強的業主 再要加上一個這麼難的條款 令到它的風險會大大提升 但是 也有另一個看法 我就不會太擔心 這個議案 這種議案 原因是因為 如果供款人 最多供不到 那發展商或者銀行 就要收回到單位 那 由於那些發展商或者銀行 都是長紅細帶 他們都未必害怕 其實我賺了那塊首期 其實都慢慢滅 那你可能再便宜些出售 或者原價再出售 再賣多一次 這個就不會太擔心 因為我們 發展商有錢的時候 最多都是發展商的錢 如果發展商沒有錢 或者怎樣都 有單價品去做的 所以就不是太擔心 另一種教人危險 就是 一些人 其實我以前都試過 不是試過 就是 當做不到一案的時候 我最多是做六成 你的心很急 其實 MC不批我 那麼高成數 那到時 真的很大禍 我要撤訂 或者怎樣 真的要找二案幫幫手 其實政府在這件事裡 都很殘忍 它不會理你死活 總之你不合資格 或者你的文件 或者你的公款能力 有少少不可以 那就不批了 不批但你簽了約 在買賣流宇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我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 我這個在遲些 再跟大家分享 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要簽了臨時買賣合約 你才可以做 審批 如果你做預批 你又不簽臨時買賣合約 其實就不會理你 不過算了 不說那麼遠了 總之是 借財子二案 而借財子二案的 危險程度高很多 一來的息息再高一些 二來 二案的錢哪裡來的呢 其實都是銀行來的 你一層搭一層之下 你說債無人還不到這些錢 二案的 財子公司又還不到錢 這些錢又還不到給銀行 那資金鏈斷裂的時候 財子有機會倒閉 也都賺銀行錢 形成一個懷賬 令到我們市場可能會收水 或者很緊張 但是最危險最危險的是 我找不到這些方面的數據 原因是因為 財仔這些數據 是不透明不公開的 所以好像之前看到一個 不知多少 有一個心物 全中 全灣中心 十六岸物業 好像是 如果當天 經濟下行的話 而有一班 當家說了那麼多的業主 說不起樓的時候 一定會自賣 從而套現 那這個時候 就最危險了 那就是回到這裏 我找到一些資料 原來財務公司 是不受金管局監管的 那所以 他們借多少錢 借給誰 完全是沒有資料透明 即是不透明 所以都有點危險性 最後 也都是令到我們樓市 最大的 下行壓力的原因 就是 全球經濟轉差 公司營利下降 失業率上升 或者人工下降 導致我們公款人 沒有辦法償還貸款 令到很多人想移民 或者有多看淡的情況之下 令到樓價下降 十分之正常 不過 這件事 是很難很難很難估計 大家玩過股票 也都做過一些分析 做了那麼多年 投資者 你都明白 市場是難以觸摸 市場是很神奇的 其實是很特別的地方 任何數據分析 理性分析 都未必管用的地方 就算你 其實這件事 是不合理的 我們不能去估計 經濟轉差 或者轉好 如果想到我們不用上班 天天去買鋪 買牛紅 我們都不用做了 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估計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些 小小的趨勢 看到 GDP的增長率 我們可以看回 2019年 各國對未來的 GDP增長率 都是遲審神至負面的程度 這一點也是 看到大家 預期我們的 賺錢能力 或者各國的經濟 會向差的時候 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 震端 會否形成一場 連鎖反應 事件風暴呢 這場都是無法估計 因為你看到 這些新聞日日都變 其實我們 如果真的想了解市場 其實就是遠離事向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 是假的 或者不是假的 你都不知道 每一件事 究竟是對市好還是壞 這個東西 真的很難去估計 所以 算了 知道一知道就算了 我們看回下面的 桌子 的表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 放大線 等等 1990年 去到2017年 GDP的 實際情況 增長率 你看 你看看 在200 2000年 科網股爆破 你有沒有看到 急跌 其實這件事 是時候才知道 你不可能看數據 的股率之後 不過 讓你看到 樓價真的跟 增長率是正比 你看看 2008年 今天海嘯 2000年 科網股 急跌 負二 那一年 沒有增長 還要跌 是這麼多 看看下面 中國 中國 中美 全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 GDP增長率 都 一路下降下去 簡單來說 預示到 兩國的 收入 或者 財富增值 都是少了 變相投資的錢 都會少了